郑元昌从不曾缺席林依晨的每一个重要场合 偏偏呼应那天他没来 林依晨接受采访时曾说 如果要带一个人去荒岛 他首先想到的是小宗 2012年 郑元昌在节目中大方透露 自己曾对林依晨多次心动过 两年后 林依晨官宣结婚 郑元昌以知数名义 包了131400元的红包 并在贺卡上写着 做个快乐的新娘 有人问郑元昌 为什么新郎不是你 他回应 现实中他不是原相亲 媒体问 他结婚了再合作会不会有顾虑 他说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结婚了 2016年 两人合体参加综艺 众元昌跑作方向 林依晨脱口而出 指数 指数 指数快呀 那时候自己有点 觉得奇怪 因为大部分孩子叫什么 我竟然就直接喊 十年前的角色 依旧是他下意识脱口而出的名字 走不住戏的也不止他一人 走 我们回家吧 2008年 他得金钟奖 小松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 他出道15周年 他手捧闲花惊喜现身 两人拥抱唱着熟悉的旋律恶作剧 鄂文夫妇结婚纪念日那天 小松更新动态 喜欢你的人很多 不缺我一个 我喜欢的人很少 除了你就没了 当年他是他身后拼命追赶的原相亲 现在他是回头等着他步伐地将指数 只是这中间隔了不能倒带的十年 幽默之上 他们是最般配的CP之一 幽默之下 他们是彼此生命中的最好的朋友